Long生龙,凤生凤,C罗的儿子会庆祝,穿着油纹图丝球衣的mini罗,高兴地站在俱乐部标志前面,学着老爸的庆祝动作,振臂差腿,一转眼,C罗的儿子都八岁了, 梅宇间尽是C罗的英姿,C罗对这个孩子喜爱有加,同时也比较严厉,他是希望儿子能够成才,生在富豪之家,名副其实的富二代,mini罗一生都可以说是衣食无忧,但是C罗从小可是从贫穷困苦中长大的,深知生活的不易,所以没有浇灌儿子,据此前媒体报道,儿子想要一个iPhone6,但是C罗都没有给他买, 而是告诉他,想要什么必须自己努力去争取,C罗足球踢得好,天赋是很主要的,加上后天的自律与刻苦,才能大成,C罗的天赋体现在超高的弹跳力,滞空时间,以及瞬间爆发力,这些都是很多人无法比拟的, 而mini罗小小年纪,也继承了老爸的足球天赋,踢球能力有模有样,C罗妈妈晒出一些儿子踢球的照片,确实在八岁这个年龄来看,是不错的了 八岁的mini罗,此前还干了一个不小的事,那就是纹身,众所周知,C罗是足球明星中,罕见的不纹身的球员,比如梅西,贝克汉姆,拉莫斯等等,但是C罗洁白的肌肤上,一点纹身都没有, 可是mini罗在今年八岁过生日时,就在手臂上纹身了,此举是为了支持老爸踢好世界杯,而这个举动也,应该是得到了C罗的同意,mini罗的生母是谁,至今都是未知之谜,C罗的选择也是非常独特,用代孕方式生子,给女方一千万欧元封口费,就是不让她露面,C罗曾说,自己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此事, 但是,因为这是她的私事,她只会在将来某天,向mini罗解释此事,如今,C罗的未婚妻很好的扮演起后妈的角色,帮助C罗照顾mini罗,老二,老三这一个龙凤胎,以及第四个女儿,乔治娜和mini罗感情非常好,经常接送她上下学,这样的温情也让C罗和C罗的妈妈非常高兴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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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